本欄目由虫草清肺胶囊赞助播出 凡人有喜 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五 每晚九点 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欢迎过打热心电话 68615868 凡人有喜 我们等你 他是有车有房有公司的事业型男人 现在年数字的话 应该是在20以上吧 他的走要求很明确 最好是没有公司和小孩人 不介意我们家小交互 他是高学历高收入的汽车女工程师 看似非常般配的两人 为何亲友团却提出这样的顾虑 她进入了一个家庭 都讲到一个后妈就是 太乱出了的孩子 中途出现的小女孩 为何又让亲友团的态度发生逆转 公女还是比较习惯 我都说一个我儿子 真的是拉福利子 把妹妹交给她 我儿子都很放心 女嘉宾的态度 为何又如此犹豫 就是妹妹也挺乖巧的 但是我是觉得 还是有一些我预料之外的 一些事情发生 最终两人是否成功 凡人游喜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爱情靠争取 外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游喜 我是乡亲特派员冰田 首先要感谢重草清费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可冬天可气 转胸闷 用重草清费胶囊 我们今天这位男嘉宾 可以说是一位 事业有成的男士 他并不是含着 金汤匙长大的 但是他却凭借着 自己顽强的毅力 和拼搏的精神 奋斗到了现在 其实我们这位男嘉宾 在六年前 是参加过我们凡人游喜的 当时他的物质条件 不是特别好 所以就没有牵手成功 而经过六年的 努力拼搏之后 他觉得他如今 已经达到了要求了 那这位男嘉宾 究竟是谁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大家好 我叫于世红 是八十年年 然后现在也是住在南平 南平区那个 博物院桥头这边 然后老家住几年是四川的 目前是从事食品批发业协会 然后住一些农策产品进社区 主要就是把一些健康 油脂的一切的 天然的和铺材产品 带进全家万户 在公司里面担任一个 CEO的一个职位 通过多年的一层 然后努力 现在年收入的话 应该是在二十以上吧 本期交易男嘉宾 于世红 三十五岁 身高一米七三 职业私企总经理 年收入二十万以上 婚姻状况 离异有一个女儿 居住地南岸群 我们老家也是农村的 从出生社会过后 也做了多种工作 像在当上个班 之前是做着销售 买了通讯设备 简单来说买了手机 后来由于不满足于收入和现状 想去折腾一下 有一段时间 今天还在世界 回败了夜市 然后过程之际 才慢慢地创立公司 然后再慢慢地 一步步走到现在 经过多年的打拼 三十五岁的于先生 已经事业有成 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儿 她有过怎样的情感经历呢 因为家里面的原因 我们老二跟我说的 每天二十岁 是不准抽烟不准喝酒 不准撒朋友 说到了二十岁 就抽烟喝酒撒朋友 结果那个燕来没抽回 酒吧现在会喝一点 朋友也去刷了 那个时候也不懂事 刷朋友没得好酒 好像就怀孕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年轻 还不懂事 但是还是要努力 负责起一个男人的担当 和责任 所以说还是 进入了婚姻的一个殿堂 所以说最终由于 两个人的性格不和 三观啊 细心啊 有点差异 在街上来的时候不懂事 今天条件也不好 导致最终分手 是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我这次到栏目桌了 也是第二次来了 记得好像是应该在六年 或者是七年那样子吧 上过一次栏目桌的 当时也遇到了一个 比较心意的对象 和女孩子 但是通过努力和追求 最终好像还是没有成功 因为当时条件也不太好 当时是还没有自主创业 也是在上班的时候 在工作 所以也正是因为那个奇迹 才导致加速了我的 那个自主创业的时间和精力 加快了我的行程 这个也是我非常非常 大的一个专载点 通过多年的努力打拼和成点 现在基本条件呢 还是基本大标 反正房子啊 车子啊 公司啊 团队啊 人们资源关系啊 都有一定的累积和基础 我也到了那个 这次重新出发寻找爱情 余先生对照另一半 有什么要求呢 其实我心中理想的 和想要的那个他呀 可能身高要在 一名六以上吧 年龄最好是在 二十四到三十岁之间 最好是没有婚事和小孩的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啊 要看得来 聊得来 活得来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啊 我是经历过一段 那个婚姻的 所以说啊 有一个女儿 一直跟着我 我也希望我的女儿 能够不介意 我们那个家小交伙 然后她也是很多事 很轻华 很子女的一个小妹妹 也很乖 爱无及无吧 男嘉宾的走舞要求 一 年龄二十四至三十岁 二 身高一米六以上 形象较好 三 没有婚室和小孩 四 要接受自己的女儿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 余先生的公司 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 窗明激进的 我看你今天这个气温环 身是有点浩大呀 对 为了今天 上那个栏目组 然后我把我们那个弟弟 在四川那边 都特地叫过来了 哪位是你的弟弟啊 两位都是 这个是二弟 这个是三弟 这个是我的同学 这是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 对 两位弟弟都来了 对 对 对 那你们对嫂子 有些什么样的要求啊 其实我的话 因为我是最小的嘛 我觉得就是说 我其实我对外表 还不是太多的那个注重 主要是他们两个 就是说思想上 能合得来的就比较好了 哦 这样 这弟弟是不在乎外表的啊 就不知道男嘉宾本人 在不在乎 那另外一位弟弟呢 我完全同意 我弟弟的看法 我的要求呢 就是那个什么 能够 我为了嫂子的话 能够做一下饭啊 因为现在的话 我们在家吃饭的话 都是我跟他两个 一起下厨 一起洗碗 那我知道我们的男嘉宾 要求啊 是要漂亮的 然后兄弟伙伴又说了 是要洗衣做饭的 还要思想一致的 我觉得你这个要求好多 我估计找到这样的女孩子 还是很难吧 这个看缘分吧 因为有时候啊 会有一些商务上的应酬啊 接待啊 或者有一些什么聚会之类的呀 至少要带她出去 也带她回来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那个编导 其实当时给你介绍了 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啊 你当时为什么就不接受呢 因为现在的话 可能还是要责重考虑于未婚的吧 那今天我们编导啊 也是为你就是找了很久 找了一位非常优质的女孩子 那这位女孩子 她是研究生毕业 然后各方面条件也很不错 那我们现在要去接她 你看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 好 走吧 一起 我感觉男嘉宾说这个话的时候 都迫不及待了 那你去朋友一起吗 还是你个人先去 那必须一起去啊 就直接拉上一起去了是吧 走 走 走 好 好 各位观众人上好 欢迎收看这款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 条件是很优秀的 收入是在20万以上 而且呢 外形我觉得也是以表堂堂 曾经来上过我们的节目 六年前 那个时候可能在经济方面 还不怎么行 所以是被女嘉宾无情的拒绝了 那么我们今天男嘉宾是君子报仇 六年不晚 又上到我们节目当中 希望找到一个未婚的漂亮的 有素质的带得出去带得回来的 这样一个女嘉宾 我觉得这个要求和你的条件来看 原本是不难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男嘉宾早年的情感经历 有点坎坷 是有一个女儿已经14岁了 这一点可能很多未婚的漂亮的女孩子 会介意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的女嘉宾会在意她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好 我叫鄧月月儿 今年31岁 目前从事汽车行业 然后是开发工程师 因为是研究生毕业嘛 然后年龄就比较大一点 然后又到广州去工作了三年 还是想到重庆安家 所以说就回到重庆 想要找到我的领域吧 之前是因为工作群职标准吧 就是群职有限 今天就想通过我们俩 重庆的凡人游戏 想要找到我的缘分之人吧 本期交由女嘉宾 邓元元31岁 职业汽车开发工程师 月收入1到2万元 婚姻状况未婚 居住地于北区 女嘉宾邓小姐是一位高学历的未婚美女 于先生又是否符合她的择偶要求呢 我理想中的男生吧 希望他有这人心 上进 对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有规划 我自己也是一个不要对自己的生活 不要有规划的一个人 我希望跟我未来的一般能够一起 一起奋斗一起创业都可以 最关键的才是两个人的沟通吧 我希望他有一个温馨的家庭 因为我也很想要一个温馨的家庭 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有上进心和事业心 能一起创业 二 有素养和共同话题 男女嘉宾匹配指数达到85% 今天的相亲会成功吗 哈喽 你们好 女嘉宾对吗 这两位是你的 这是我的姐姐 这两位姐姐 然后都是亲姐姐还表姐 表姐 都是表姐 她是我们家最小的那个妹妹 最小的一个妹妹 对 我们小姑的 女嘉宾挺优秀的 是研究生对吧 是 汽车行业的开发工程师吧 好牛哦 我觉得什么一带到工程师 就觉得学历很高 智商很高 就是啊 谢谢 谢谢 就是念书耽误了一些时间 那我想问一下 就我们女嘉宾在事业上那么优秀 那平时在生活当中呢 比如说做家务啊等等怎么样 这个也还可以 做饭啊 媳妇这些肯定没问题 就是说还是比较有天分吧 那编道好像是在 在节目开始之前 跟你说过男嘉宾的基本情况的 他是有一个小孩 这一点上你介意吗 我觉得先了解一下吧 就是有的 你看现在有二婚的家庭 也挺幸福的 就是我觉得还是先看那个人 所以有时候可以先了解一下吧 我看姐姐开始好像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有点担忧吗 他不是说有小孩吗 那还是有点过节我觉得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未婚生 然后有小孩的话还是有点麻烦 是这样的 他现在的公司就在这附近 要不然我们就带你们去 看一下他真人如何 我们再做评价如何 好吗 好 那我们过去吧 好 看一下今天的女嘉宾 我也是非常佩服编导 找来了这么一位女孩 31岁 工科女硕士 现在是汽车工程师 真的好酷 收入也是相当丰厚的 我们这个女嘉宾 想找到另一半是成熟稳重 有事业心最好是能够跟他一起来打拼未来 我觉得男嘉宾这个人设 是符合女嘉宾的要求的 而且在两人见面之前 编导把他们彼此的情况都做了一个交流 女嘉宾认为男嘉宾还是值得一见的 所以很期待 今天他们二位就在各方面的条件 都如此般配的情况下 能不能擦出爱的火花 我看男嘉宾就满脸笑容 开心惨了现在 马上就要见到女嘉宾了 其实女嘉宾就在你的前方 我们隔远看一下嘛 好 但是好像这个角度 很轻哦 来你再仔细看一下 他们也在打量你 你也在打量他们 是吧 好 感觉怎么样嘛 还行吧 还可以 你不是对身高有要求吗 你觉得这个身高如何 哪一个是他呀 这样有三位女士在你面前 你觉得是谁 猜一下吧 估计可能像黑色衣服那个吧 黑色衣服那个啊 为什么呢 感觉吧 穿红色衣服那个 为什么呢 感觉 你觉得怎么样吧 红色衣服的 港港的 港港的 好 是吧 你印象还好 我这么穷 印象还是第一件还是可以 我早点不穿高兴 我自己也好高 我还是想找到婚姻 我想了解这个 他过程条件好满 想找婚姻啊 你觉得他是 他们说是想找婚姻的 我们给他介绍了 有那种长得漂亮的 那种比例的 有小孩他不愿意 有小孩很愿意 因为他别自觉的小孩 我都觉得 我们妹妹也是没婚姻 我想找一个婚姻的 然后单纯一点 有小孩还是很复杂 毕竟别个有小孩的妈妈 经常有妈呀外婆啊 这些经常来看婚姻 你不可能不允许才是 你觉得 可以跟他两个人来过去吗 对 这是怕情感上没采诚 万一他没采诚 他经常还在来过 是采诚他都不采诚 我反而觉得 如果说 他们是 没结婚 然后他们有个婚姻 他算那个年龄 他应该是二十四一岁 别懂 那种情况 他说我跟他呢 我也觉得 那年也还算 还是比较有这种情感 都不了解那个 他们是什么 自己的情况 我也都不要婚姻 看现在已经越来越近了 这都是谁 红色衣服的那个妹妹 红色衣服的那个妹妹 对 肯定的 那我给几位 正式的介绍一下 那这位就是我们的 男嘉宾余先生 那这位是我们的 女嘉宾邓小姐 你去握一下手吧 这么拘谨 你好 你好 好冷啊 然后这两位 就是他的姐姐 这我们公司 就在上面 要是过去也很近 要不去坐一坐 好啊 那我们的男嘉宾 就邀请我们女嘉宾 还有两位姐姐一起过去 好吧 可以可以 好 走吧 周景一看 男嘉宾的第一印象 还是挺好的 人还是很短装修理 那个谈吐举止 还是很得提的 看到男嘉宾的第一印象 感觉怎么样 整体还挺好的 我觉得比照片更好 是觉得真人 比照片更好看一些吗 我觉得是 觉得是你喜欢的 那种类型吗 我是怎么说 比较慢热的一个类型 可能还是要通过了解 来增加互相的一个感觉吧 男女嘉宾对彼此的 第一印象都很不错 看来今天的相亲 成功几率很大呀 凡人有喜 我们等你 好 这是你的公司 对 这个男嘉宾就把女嘉宾交给你了 还是带她好好地在里面参观一下 公司不大 谢谢 挺好 这个呢 是我的一个桌子 这些都是我们小伙伴的桌子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开个会议啊 讨论一些什么事情 做哪里啊 泡茶啊 我估计今天到状态我泡不好 紧张到不行 没关系没关系 有水就好 挺好的 谢谢 平时成熟稳重的男嘉宾 在女嘉宾面前 竟然有些紧张害羞 还是让他们坐下来 深入了解一下吧 我叫于世宏 然后呢是84年的 我们现在就是负责一些 优质的生态农产品 在社区里面的一些销售 还有一些那个贫困线的 浓缩产品进组成 这些事情呢都是由我们 在给他们操作 家里面呢就我跟女儿两个人 也比较单纯 然后收入的话 能够养活一个家没问题 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男生事业上面 就是还是挺有想法的 他包括说今年明年 要做成怎么样 就是对自己的事业 是有个很有规划的一个人 就是事业这一块 我觉得是OK的 我心动嘛 那个学历可能基本这一些 你可能清楚 就是重大的研究生毕业嘛 然后去广州工作了三年 然后就是说 还是想回重庆安家 所以说还是就回到重庆 工作的话就是 从事那个汽车行业 然后是 我是理工科毕业 所以做的是一些技术类的工作 现在是开发工程师 其他的你想了解的话 可以问我 挺好啊 你刚刚说的这些都挺好的呀 也挺优秀 看到你的时候吧 还是挺 那个 那个挺欢喜的吧 应该是 然后条件也挺好 然后也挺厉害 也挺能干的 很好 现在很多 比很多男孩子都强很多呀 哎呀没有没有 非常不错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感觉为人啊那些 还是很真诚 很踏实的 不光是从工作上啊 还是在忐吐上啊 都是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妹妹本来都很单纯 她也从来没有带过男朋友回家 全只有很小 因为她工作环境呢 都是那种房子 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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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一 以后就有些什么事 我们堵实在别人 一起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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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对对 他不是好堵实 他都读书是得行 你对女嘉宾有什么要求啊 首先我觉得要有演员 要看得来 然后要聊得来 最好是合得来 就差不多了吧 你找的话就是 只是找那个未婚的是吧 个人觉得呢 最好是未婚好一点 如果是离异或者是带小孩 可能就会因为有那种 比如说和孩子他爹 有些什么事情牵绊 这个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小孩今年几岁 十四了 十四 那你生他的时候应该还很 很小 因为我在不懂事的年龄 但是还是承担起了一个男人 应有了责任和担当 前面那段感情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在他身上还是在你身上 其实怎么说呢 也不是说那个原因在谁身上 只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话 可能在一些事物的对待和相处上 每个人的角度立场观念观点不一样 所以说才导致了这么一个情况 了解了于先生的家庭情况 邓小姐也提出了自己的顾虑 我也有一个担心就是 你家小孩会对你找伴侣这个事情 他会有一些要求或者是有一些用吗 没有 我们女人呢她很可爱 也很懂事 其实她呢就是怎么说呢 非常的支持 也非常的希望 我们也能够成一个家 因为我回去的时候 有些时候挺晚的 家里面她一个人也挺孤单 要是有机会的话 可以带你认识一下她 我个人意见哈 我还是希望啊 都说找一个比较 没得没得后顾之忧的的 比如说娃娃也是一个大事 因为她也有她的亲妈 也有她那个 还有一代她的认识 是什么样的脾气不下我的 是吧 因为她毕竟是一个新人 她进到那个家 既如说成功了的话 她进入那个家庭 都讲到一个后妈角色 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 这个很难过 真的是 男女嘉宾见面之后 对彼此的印象是还不错 但是呢 我们女嘉宾的这个亲友团 就有话要讲了 觉得男嘉宾 竟然有一个14岁的女儿 这个怎么相处啊 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麻烦的问题 而且希望自己的这个妹妹呢 找到的另一半 应该是一个未婚的男士 在这里呢 我就要给姐姐讲解一下 就讲一点生活经验了 31岁以上 跟另妹般配的这种男士 而且还没有结婚的 有没有想过她身上 可能有多少的鬼故事 实话实说 来上我们节目的 大龄单身男嘉宾 我不说绝对 至少说大部分 都是多多少少 有一些个人问题的 你觉得那些问题 相对来说 比一个14岁的女孩 更好克服吗 我觉得未必 因为要当后妈这个角色 如果说对方的孩子很小 那才真的是非常考验人 为什么呢 这个阶段的孩子 对于母亲这个角色来说 都是高需求的 需要大量的陪伴 而且这样的孩子 身边可能还会有她的奶奶 或者是其他的长辈 也要帮忙照应她 顺便会坚持后妈的行为 我觉得这种年龄阶段的小孩 跟后妈的相处 才真的是很辛苦的 相反14岁的女孩 有多么独立 很多好的学校 她都是要求 孩子要住校的 尤其上到高中之后 14岁初二 马上就要升高中 之后要去上大学 她其实跟后妈之间的相处 更多是像朋友一样的平等 你尊重她就可以了 我反而觉得 这不是男嘉宾的一个劣势 那么究竟这一点 我们的女嘉宾介不介意呢 接着往下看 我们在那个 那边姐姐吃家床面饭吗 那现在反正男嘉宾 就是邀请去吃饭 两位姐姐还是要一起去吧 要我们可以不去吗 最好一起去吧 最好一起去吧 可以去了解一下男嘉宾 不是 妹妹太单纯了 经过刚才的了解 邓小姐和两位姐姐 在一旁悄悄商量起来 可能我还是没太做好准备当后 不 因为她小孩有点大了 四十岁了 我觉得 当然男嘉宾没有问题 就是男嘉宾还是多好 但是 我觉得可能那个 还是一个很刺激的问题 就是这样 我们姐姐刚才也比较担心 那个问题嘛 因为小孩 四十岁了的话 还是有自己的思想 可能还是会比较难想 怎么说呢 可能相处起来 我觉得可能还是 四十岁的 有一些需要 需要结局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 就像刚才男嘉宾说的 她找女生的时候 她也会有心选择未婚 对吧 好像因为那个 也是一个四十岁的 留问题 从哪方面 我感觉可能也会 存在一点点问题 没想到经过和姐姐的商量 邓小姐对于先生 带着孩子这件事情 有些担忧起来 今天的相亲陷入僵局 这个时候 一个小女孩 突然闯入镜头 使局面崩回路转 你把爸给过来的 对 你要爸叫你过来的 你知道你爸 今天是过来干嘛的吗 不知道 不知道 爸爸可能都没跟你说 是不是 平时的话 就是和爸爸两个人一起 是吗 嗯 那平时家务是你做 还是你爸做呀 我做呀 你做呀 你爸都不做呀 你爸那么懒吗 他有时候太忙的 就叫人来做 叫人做下清洁 对 那像你吃饭这些 怎么办呢 有时候是 我爸他有时候 有时间他就 就他做没时间 就我自己做 嗯 还是很乖 你现在都几年纪了呀 初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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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两位姐姐很喜欢你 好 然后要不要和这两位姐姐 打个招呼吧 哈啰 你好 不好意思 叫阿姨 这两位 这两位阿姨 这两位阿姨很喜欢你 就立转了呀 就很大分 这个孩子很乖 也给爸爸加分了 女儿可以 现在还可以 这个孩子真的很乖 对 他那样子就是懂事的孩子 嗯 因为之前很担心有孩子嘛 就觉得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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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看就 这孩子好乖呀 是 很和善 看来我觉得爸爸还是有功劳的 因为孩子的教育的话 其实都靠爸爸了 对吧 主要是他自己也比较有听话 然后也比较自律 基本上我家里面的很多事情 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做 像什么放学回来做饭啊 还有洗漱啊 都是他自己做 我还有时候可能管不了那么多 姐姐其实你开始是最担心的啊 嗯 现在看到了以后还担心吗 现在看了还感觉还可以吧 就看 看妹妹接受那个阿姨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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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受这个阿姨吗 我都可以啊 真的 发着内心的 要说发着内心的 就是 喜不喜欢这个阿姨 喜欢她吗 喜欢她 哇 好懂事哦 好懂事 感觉不像那种 单亲家庭的那种 对 很阳光看起来 这个阿姨嘛 就说你黑东西 不乖我觉得 可以的 也还是可以的 挺乖的 我们语过的话 就是玩还是教得好的 我觉得 虽然说是单亲家庭的话 但是他从来就是说 对阿姨的话 没得了什么缺少缺少爱 那种 对 还是觉得相当好 反正我觉得是 人家人爱你那种 真的 可以 还是比较喜欢 我不是说一个娃儿之前 是拿分的 我们说实话 是说的 男嘉宾和你们成 我觉得 之前看的那些 在我们看的不重要 在后头那些 生活和接地起来 我们觉得还是很感动 他教育娃儿 也好 对家庭的责任干涉 那种的我都很放心 把妹妹交给他 我觉得很放心 在吃饭的时候 男嘉宾的女儿出现了 哎呦天哪 这个妹子不得了 完全是他爹的一个加分项 先说这个外形 圆圆的脸 就非常的讨喜 性格也是相当的成熟大方 而且独立能力很强 14岁的孩子会做饭 哎呀天哪 真的 可以看一下我们身边的 有多少14岁的孩子能做饭 在生活方面如此的独立 真的是比较少见的 而且从孩子的一些谈吐来看的话 也是教得非常好 教养好 对人的这个人际交往上来说的话 也是完全没有障碍的 这样一个孩子 马上就赢得了亲友团的欢心 简直态度 前后是天壤之别 马上觉得 男嘉宾这个孩子没问题 挺好的绝对好相处 是这样的 我就说 14岁的女孩子 只要是她教养OK 比较正常的这样长大的话 她真的就跟你的相处 就像朋友一样 你对她尊重一点 你跟单位上面年轻的女孩怎么相处 你跟她怎么相处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看来呢 我们亲友团的鼓励是打消了 接下来就看女嘉宾男嘉宾孩子 三个人之间的这个交流 会怎么样 欢迎有喜 我们等你 感谢虫草清肺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冬天壳气喘凶闷 用虫草清肺胶囊 爸爸去赏那个相亲栏目桌 然后也非常感谢南部主理 各位叔叔阿姨 给爸爸也牵个鞋打个桥 认识了那么一个娘娘 娘娘也是长得也非常漂亮 然后也非常贤惠 娘娘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 她也很喜欢小朋友 尤其是很喜欢一些听话的小朋友 然后人娘看着她是很高兴很欢喜的 然后也要同等你 要回报 回应 知道吧 然后醒等 可以喊整个娘娘 反正一会儿从小跟我在一起 还是比较听话 然后还是比较懂事 也比较独立 也就是说如果以后在相处的生活中 可能不需要费什么心 也不需要吵什么心 甚至有可能她会更乱心 余儿就是小便了 对 余先生女儿的到来 让现场的气氛变得很融洽 邓小姐的姐姐也是趁机 帮妹妹考察起来 那时候妹妹 我的自己的矛盾 妹妹和她自己的矛盾 和我自己的矛盾 但是有的时候 都有一个很 很未来的问题的时候 两个都掉下 所以你先救那个 不不不不不不不 听见你那个我会吃酒 好贵 其实那个问题不怕有矛盾 都怕你不会结局矛盾 因为一个男女夹的两个女人中间 有什么未来 就是说 就起这个觉得好像我是她的 说同时的儿子 我是她的老爸 就觉得好像你 总觉得我亏待了她 但是她也觉得我没有亏待她 妹妹都觉得你找了一个 你进来吧 好像你有很亏欠我夫妻 那很未来 重新组成一个家庭围后 在我看来 不管是小家伙也好 还是大的也好 两个都是大宝贝 一个都是小宝贝 准备的还是准备的 就是都会相处得很容易 也会很愉快 第二个人们讲 我们儿也很同时 我也看得出来 我们那个妹妹也是一个 很直出大力的一个人 因为我妹妹她睡了 总我们可以讲吗 她从小小住室 我想你妹妹都可以哭 家庭她爸爸的关系很严格 她从来没有带过男朋友回家 还是想找个对她好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结婚成家 那些问题可能有点稀里 比如说年龄收入 比如说一个月是好多钱 因为我觉得我那个问题 是不是觉得好富质 但是我觉得这个富质 生活是两码事 本来都应该要了解 对不对 年龄收入的话 以其年龄为例 圈子年龄收入的话 应该比她那个 要翻那个一两翻 今天这个我们计划 是在圈子 就是想再翻个一两翻 那就是年龄 比如说经过的东西 一些细节 比如说妹妹 妹妹年轻 就是喜欢买船 或者这种那样的 都会觉得那个月好浪浮钱 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 就关于那个消费观来说的话 对吧 我觉得不管是买什么 买的贵不贵 第一是你喜欢想要的 你觉得能够在自己小时候 成熟范围有能力 我觉得那个都可以 对吧 肯定是在自己成熟 不是说我成熟不了的 古道那种不可能 我也了解我妹妹不是人的 是 但是有些男人我们不了解 身边有很多 比如朋友 闺蜜的男朋友 往往都是为了点点 然后矛盾和计划 我就买掉的 其实我想的话 我那个胸襟肚子 还没得那么小吧 我们游戏的话 对这个身后的品质 它是要不同的 有些系列 然后我们公司 有一些 添一些社会 从来都是买品质的 因为我们整个大家庭 比如说 亲戚也很多 我们又是在一个群头 我们饭都是很温馨 对我们这个家庭呢 说实话 很少利益 人民很少 我们也有 自媒家的好的 也有很普通的 各种很平凡的生活的 也有收入很低的 但是从来都没有觉得 好像我看不起的 我要的高看力 没有 都是担心的 是因为担心不了解 那个陌生人 本来真的你叫陌生人 我妹妹来自己的家的分裂 因为我直接有小孩 我也是在玩的那种样子 外型也好 穿着也好 还有她的表达 她的小众也好 都是有家教的玩 玩时中 那么父亲都不骗 都不要去看她的附加条件 都是父亲都不骗 你不就累在修养嘛 我也是希望 我妹妹能多考虑 因为我们真的想她 找一个 能够不是说陪她一段 是陪她一生 我也不晓她是这样的想法 她现在也没跟我讲 她的情况 分相反啊 那些我也不晓得 我们的亲友团 在看到男嘉宾的女儿之后 态度出现了大逆转 认为这个孩子真的是很不错 引用我们亲友团的原话 是说 一看这个妹妹的样子 就知道她的教养很好 你把她教得很好 所以对这个孩子呢 是印象是 可以说是拿了一个高分 那么我们的亲友团 在这个环节当中 可以说是为女嘉宾操碎了心 开头是担心有障碍 没有障碍之后呢 又是各种实际的提问 把各种大家觉得 难以启齿的问题 都由亲友团来一一的问出来 你的收入怎么样啊 你的这个财务状况之类的 确实这样的亲友团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首先我们的亲友团是 每个问题都在点子上 其次呢 亲友团很善良 人到中年我一向都觉得 有一个观点 一定要善良 你善良的话 你才能够吸引到很多 好的能量在你的身边 我们的亲友团今天就拿出了 非常好的这个分度 那么现在看来呢 最难的一个障碍 亲友团这边是通过了 那么牵手成功的概率 是在匆匆的上涨 现在就要看我们的女嘉宾 她的心灵是怎么想的 那我开始看到 就是男嘉宾的女儿 然后也过来了 你姐姐她们好像是挺满意的 然后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对于小孩来说 我觉得我也挺喜欢她 然后呢 就是说 但我刚才就 刚才不是三个人一起做 一起吃饭嘛 但我就在幻想 就是说以后 想像以后生活的样子 长期的一个生活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 有一些我预料之外的 一些事情发生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 如果说一定今天 今天要给男生一个答复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一个保留 保守的一个回复 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 从我目前的经验来说的话 我没有那个能力 和没有那个经验 去处理这种相对而言 复杂一点的家庭关系 其实是这样的 我看妹妹现在已经14岁了 然后开始你姐姐也在说 她特别担心的就是 青春期的叛逆 然后其实我在想她14岁 还再有4年 相当于就是成年了18岁 然后就开始去大学 部工作等等 其实就没有很大的负担 最多我觉得是4年的 就是相处 在一起的相处时间 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说我要成立一个家庭 我并非考虑 只考虑就是说 目前短暂的一个相处的关系 我可能会长久的考虑 并且怎么说呢 我要为她负责任 但是我目前来看的话 我可能会有这部分担心 就是说我现在目前 还没有这个能力 就是去引导一个 这么大的小孩 我是这么觉得的 就是其实你在找对象的过程当中 可能你也 肯定也遇到过很多人 就是没有完美的 我知道 对 我尽量地去选我能够把握得住的那种类型 如果说目前这种情况 我自己衡量了一下 我觉得目前不行 那我肯定会就算 及时说 这样的话 对别人也是一种责任 对我自己也是一种责任 所以我觉得你要不要也是去 深求一下姐姐的意见 因为我看他们的那种改观很大 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 这个跟姐姐 他们只能说只能建议 因为这个生活是我自己的 婚姻是我自己的 其实今天我和编导都觉得 我们的男女嘉宾是非常配的 但是好像我们的女嘉宾 就是觉得以后的生活 可能是无法掌控的 所以她现在的感觉 就可能要说不 但是我觉得还是想尽量争取一下吧 我也想把这个问题 就抛给我们的男嘉宾 看她到底能不能够去解决一下呢 好 我们来吧 男嘉宾 你好 我还是要跟你说一下 我们女嘉宾的一个态度 好 有一个看法 其实我们女嘉宾觉得 你特别好 就是上进啊 各方面条件也是符合的 她觉得女儿也特别的乖巧 但是因为她是一个理科的女生 所以她的逻辑思维 各方面都会特别的理性 然后她觉得和你们相处了以后 她就害怕她以后 无法去掌控生活 就觉得稍微会比普通的这种 没有孩子的家庭的话 要复杂很多 所以她就觉得有很多都是她无法遗料的 然后她特别没有安全的 她有这个担心 有这个想法了 这个也很正常 属于人之常情 路遥 知马力 疾风 知境草 知久见人心吧 是吧 那个我们觉得可以尝试着多接触和交往 然后看看以后的一个发展情况 再做决定和定论 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李嘉宾的态度 我就直接一点高提 她现在是不太想亲手成功的 所以呢我作为小红娘 然后我也特别希望你们在一起 因为我是真切的觉得你们两个很合适 就各方面要求都很合适 就除了说你在有孩子这方面 你需要让她感受到你的一份诚意 然后让她觉得你是很珍惜她的 或者说你很愿意和她接触下去的 改变她现在的这种观念 加油去给女嘉宾说一下好不好 去做最后的努力 做最后的努力 好 我们把邓小姐的想法告诉了于先生 她能够打动邓小姐 改变她的新意买 感谢重草清肺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冬天壳气喘凶闷 用重草清肺胶囊 辛苦了呀 等了那么久 没有没有没有 哎呀 那个刚刚那个家在编导吧 也跟我说了 哎呀 我个心里也忐忑得很 你看要是如果可以的话 行不行 我们要不就相互留个联系方式 可以 如果以后再做一些 比较决策心的决定 因为现在你对我还是 我对你都是通过短时间之内 不是太了解 如果做一些比较决定心的决定的话 可能会不会有一些太急躁了 或者是有些太草率了 我们两个姐姐都是 我们还是觉得对你 也觉得还是对 他自己担忧不行 理解理解 我非常理解 其实 都是很在乎他 不是关心他很紧张 其实边导也跟我说了很多 我也跟他讲得很明白 像这种情况 或做这种决定的话 不是三言两语 或者是一四万会儿 就能够改变的 我觉得我们算是 录了个节目 但是还是尊重自己的本心 女嘉宾现在算是 对我们的男嘉宾 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了 然后你现在 最后的决定 将会是怎样的吗 这个事情应该 负责任的态度来讲了 我不想要再吊着人家 就是这种感觉 你吊着他 没意思 就是说我自己决定了 我觉得自己搞不定了 就不要再找人 有没有可能 再给他的时间了解 然后也是给他一次机会 也是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呢 这个不是刚才 留下了联系方式嘛 先从朋友做起来 但是 如果说职业今天 要给达夫说 要不要从恋爱关系开始 我肯定就是先 先… 还是否持以前的意见吧 就拒绝了 你是觉得 跟他完全不可能的 我想看这个女儿 我今天看到这个女儿 我觉得 还是超出了我以前想想的 难度 就是上个星期 在电话联系嘛 我总是觉得 可以可以 因为我们家里面 有一个姐姐 也是那种状态 二婚 她也是威婚的时候 嫁给她 然后对方也有个小孩 她的婚姻生活 还是过得多好了嘛 然后我今天看来 我觉得 我觉得 我最开始的时候 曾经打电话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看看 我能不能 从姐姐身上接近 然后万一的 就像你们说的 那个男嘉宾 是一个很优秀的男嘉宾嘛 但是我今天过来 预想了一下 看到妹妹也在 妹妹是很好的妹妹 但是那个 那个不是说 因为妹妹很好 或者是男嘉宾很好 就是 单方面的考虑 都决定 两个人要不要 那样子下去 我就是预想了一下 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 还是 我自己没了个人 一起把她放来 因为 小孩子还是 类型孩子 很敏感的事情 你还是过不去 那个关 是吧 是 很开始呢 我们也是单独 再问了一下 我们的女嘉宾 然后她依然还是坚持 自己的这么一个意愿啊 那所以可能今天 会有一点点遗憾 不过我觉得 相识一场就是一场缘分嘛 大家以后还可以做朋友的 对不对 那现在我不知道 就是我们的男嘉宾 或者女嘉宾 还有没有什么话 先对对方说的 嗯 我们毕竟也留了电话 那个联系方式嘛 就是下来先从朋友做起来 那两位要不要再握一下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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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的开始也有好的结束 是吧 各方面的条件摆在那里 确实是一个成熟的 稳重的 经济状况非常良好 而且有一个非常懂事可爱的女儿的 这样一位单身男士 我相信今天的节目播出之后 很多有眼光的女孩子 会主动联系我们的栏目组 所以赶紧的电话打起来 排到后面的就没机会了 好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男嘉宾和女嘉宾 都非常的优秀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单身男士 或者是女士 对我们的男嘉宾或者女嘉宾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的联系电话是 最后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 虫草轻肺胶囊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可 冬天可 气喘凶嫩 用虫草轻肺胶囊 好的 还是那句话 爱情靠争取 外部放弃烦人游戏 我们等您 他是餐饮界的烤鱼大王 你说你想吃他的口味的鱼 你想想不到鱼 我都能给你做出来 樊乡创业 放出豪言壮语 准备的是努备王开钱 就我买房子 女嘉宾就在哪个区境 在哪个地方看 去到我们哪个地方卖 再一次来到凡人游戏 他到底要惊吐 怎样的秘密 我还是认真考虑一下 应该把自己嘴 真实里面暂时出来 面对女嘉宾的现实要求 男嘉宾会如何回应 结了婚之后 怎么要放这房子的话 主要是先上个名字 又是什么问题 让女嘉宾如此感叹 真的不出去打 都是缩备了 都是没包装 男嘉宾的豪爽 能否打消女嘉宾的顾虑 可为何男嘉宾的示好 却遭到女嘉宾的拒绝 最后男嘉宾的表白 能否打动女嘉宾 凡人游戏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想 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 你说地球是乐远 要用心去游览 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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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